你可以问问水瓶 你这个时候突然不见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希望我做点什么 水瓶其实他说不出321 他只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心情不好 我就想要躲起来 不想要面对你 更不想要面对你对我的质问 你看你现在问我这么多 我就是不想要听嘛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鱼 又来到我们的QA时间咯 我们来看第一位同学的问题 巨蝎座是否善于隐藏或者说谎呢 对方给我的感觉傻里傻气的 所以我对对方很敞开自己的心防 但又怕他是渣男 自己被他爱家的形象蒙骗了 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很细心的 这个不冲动的感觉是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巨蝎男 巨蝎男在感情上面 第一他所想的是人生观的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母羊坐落在他的第十宫 所以他十二宫里面最急切的也是 母羊的这个星座所表现的样子 就是他希望生活感情追求简单 但是同时又非常的爱面子 需要维护好自己的面子哦 据这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巨蝎男说话的习惯 巨蝎男说话的时候呢 是喜欢说一些琐碎的事情呢 或者是帮助你 比如说你的生活怎么样啊 问你今天有没有穿多穿少啊 吃的怎么样啊 如果你今天上火是不是就不要吃那些过于上火的食物啊 喜欢碎念 同时呢他也爱聊天哦 他的工作怎么样了 家人怎么样了 他希望未来的生活怎么样 卖房子怎么样也可以天花乱坠聊很多 当话变得多好像话题也就变得多 互相之间呢好像也是变得比较深入哦 这个时候就容易给人一个错觉就是 他是不是希望他的未来里面有我呢 他是不是在讲房子的时候也是在跟我商量 我跟他未来是不是住在一起的可能性呢 嗯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自己拉住一下 因为巨蟹爱聊不代表他真的是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给你哦 他只是想聊天罢了 尤其是当你们相处稍微有点熟 你会发现巨蟹男的个性慢慢的去表达出来 他的情绪也慢慢的愿意展露给你 他的面子慢慢的放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巨蟹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叫做他说话有时候过于刻薄 这种苛刻刻薄的状态有时候是一种心态就是语气的感觉 有时候真的会画成文字语言写在你们的聊天记录里 让人觉得你是男的吗 怎么这么的苛刻怎么这么的心胸狭窄让人觉得不舒服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从热变得冷一点哦 不管是因为你们聊天聊得比较深入 所以你生起了一些希望 还是他讲话刻薄让你觉得有一点冷 这都是一些误会也就是你们两个还不太熟 为什么呢我们来往下看 在感情方面呢巨蟹男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他喜欢稍微带一点神秘感有魅力有诱惑力的女生 比如说这个女生脸比较长的精致 或者说身体比较性感 或者说她的专业非常的厉害让她觉得佩服 还或者说这个女生有自己的一方舞台 把自己的专业发挥的淋漓尽致 因此呢她的整个个性气质和气场都是很有魅力的 这种女生是比较吸引巨蟹男的 总的来说呢在巨蟹男的眼里女生要有个性 要有自己的想要的和不想要的 要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这样的女生才比较能抓住巨蟹男的眼睛哦 不过巨蟹男还有一个隐藏版 就是他们很会玩 而且玩起来很嗨 还很会藏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她想要同时约会几个女生 或者是想要劈腿 一般人是看不到端倪找不到漏洞的哦 这一部分要小心 你要看看你现在面对这个巨蟹男 她是成熟的呢还是还想玩的呢 当然最后我们要看一下巨蟹男也是有想要稳定下来的这一群哦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关系呢 他们需要两个人可以花很多时间多相处 两个人愿意多磨合 这样的感情是巨蟹男喜欢的 因为这是生活嘛 生活就是心灵的一种依靠 这是巨蟹男的心态 一旦走到这个阶段的巨蟹男 就会变成相对比较愿意负责 但反过来说她以前的那种有趣的行为也会改变 她会变得相对比较守旧老套又无趣 因为她觉得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嘛 你还想要更多吗 稳定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啊 这就看你想要什么了 那在生活方面呢 巨蟹不喜欢被管 更不喜欢自己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哦 所以看你是平常在生活里面怎么对她 是管她太多吗 还是在她朋友面前不给面子呢 如果两个都没有都做的不好的话 她绝对不会想要跟你走下去哦 那最后我们要看一下 巨蟹男也许她现在还没有完够 或者说她现在已经变成无趣稳定的巨蟹男了 那她的价值观是什么 是不是适合跟你一起长久呢 根据她的价值观你可以做一个判断哦 然后看看她是不是你可以走到一起的那一个人呢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 这位同学说很多人都说 摩羯跟水瓶不合 水瓶爱好自由 而摩羯呢喜欢安稳安定 摩羯跟水瓶可能有好结果吗 呜呜呜 好我看这位摩羯呢 跟水瓶是很有感情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 摩羯跟水瓶确实像这位同学说的 是互相互补的 如果磨合的好就可以互相帮衬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几个方面看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机会磨合好呢 感情方面水瓶呢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可以问问水瓶 你这个时候突然不见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希望我做点什么 水瓶其实她说不出三二一哦 她只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心情不好 我就想要躲起来不想要面对你 更不想要面对你对我的质问 你看你现在问我这么多我就是不想要听嘛 所以她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但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是水瓶做在感情里面一个短板哦 需要自己透过时间的历练和沉淀去厘清的 但是水瓶对感情是这么的自我 但她很爱浪漫 所以在水瓶的世界里 大部分的水瓶还是需要爱情的 而摩羯呢 在感情方面她是比较慢热的 这种慢热呢 是她希望透过聊天相处 或者是更多的交集来认识对方 不要去盲目夸张的去长出一堆爱情粉红泡泡 结果被自己打脸戳破 这种感情就得不偿失 而且还会伤心摩羯是不喜欢这种情况的哦 当然啦摩羯一旦认为 哎呦我们两个人相处的还不错 中间虽然可能会发生一些比如说背叛啦 两个人之间的大争吵啊 甚至是家人之间的不和啊 摩羯都可以想方设法去度过 因为她认定之后呢 就不会轻易去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和摩羯 在选择伴侣方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水瓶那在伴侣方面 她喜欢掌控主导权 因为她这方面比较自我一点 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还在互相认识啊磨合啊 甚至是互相在观察对方看看找的这个人 是不是我想要未来相处一辈子的人呢 这个时候水瓶是特别希望主导权的 但在感情里面呢 水瓶不会像狮子一样 好像什么都要抓得很紧抓得很牢 这种主导权 水瓶座的主导权表现的比较怪异 就是我喜欢就会出现 我不喜欢就会消失 看清楚了吗 她的主导权就是你可以拥有我 或者不能拥有我 就是比较自我一点咯 但是磨结呢在伴侣部分呢 她是喜欢或者甚至是愿意配合对方的 这是来自于磨结对于感情是没有安全感的 她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各司其职 把自己的男朋友的角色 女朋友的角色 老公老婆的角色去掌控好 拿捏好 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完美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的意识的到 或者做得到 因为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心态 所以她会觉得也许我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 这都没有安全感嘛 所以如果可以给她安全感 告诉她说 你希望我做到的事情 你希望我承担的角色 我都能去把它按部就班的做好 那么磨结对于这个人就非常的认可 愿意让这个人作为她的另外一半而长期存在 好我们来看最后两个部分 这部分是生活的部分 两个人相处总是要生活的在一起 在吃饭互动生活睡觉方面都能磨合的好 像水瓶在生活方面 她就是出乎意料的 她特别希望去照顾对方 甚至就算当工具人都在所不喜 这方面是非常细心的 如果你有心跟水瓶走到下一个阶段 你就能享受到这一部分的好处 而磨结在生活方面 反而跟一开始表现的不太一样 一旦两个人深入的相处 生活在一起 你会发现磨结比你想象的是抓大放小 反而是比较粗之大业的 很多事情他们都懒得管 那懒得管就怎么样放着给对方管 那这部分你们就是天然的很合 水瓶细心 而磨结在生活上比较大拉拉 两个人如果磨合的好 其实在生活上的节奏是非常的顺的 最后的最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水瓶跟磨结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有没有合呢 水瓶做在人生价值方面 她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潜力股 活到老学到老 永远保持警惕心 在感情上 如果可以的话 随时的去经营和维持那个新鲜度 是水瓶愿意去做的 她更愿意透过这些努力 来让对方越来越欣赏自己 而磨结在人生价值观方面 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有魅力 同时可以保有自己的初衷 保持善意 慢慢的在感情中 学会心理平衡的状态 在这里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蛮合的 这种磨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位同学不要担心 你们如果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磨合 虽然是磨合期比较辛苦 可能比其他星座跟你相配来说辛苦 但是未来是倒吃甘蔗的 就看你跟对方是不是有这个耐心 继续去互相为对方付出 然后保有那个爱情的热忱呢 以上的几个重点就提供你参考了 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吗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再选出有代表性的问题 在这里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